據美聯社報導,總統拜登特行到訪的韓國總統雲錫月將於星期三簽署一項協議, 其中包括被美國核潛艇四十多年來首次停靠韓國的計劃。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表示,在朝鮮核威脅日益增長的背景下,此舉志在突顯華盛頓對首爾的支持。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在協議正式發佈前透露,朝鮮在過去幾個月進行了更多的彈道導彈測試, 這令美韓兩國領導人感到擔憂。 拜登和韓石月的助手已經就核潛艇的險派計劃細節進行了數月的協商,並達成了一致意見。 即非常泰滴和非常明確地展示美國伸展威脅能力的實力, 需要成為美韓協議的重要內容,而計劃中美國核潛艇的靠港韓國將成為華盛頓宣言的關鍵組成部分。 作為對宣言的一部分,韓國將會重新對其核筆擴散條約的承諾, 該條約禁止各國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另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拜登和韓石月曾在去年11月和今年2月兩次會面, 兩人同意將華盛頓宣言作為韓石月另一次訪問美國的核心內容。 官員們表示,朝鮮問題將成為兩國領導人這次會誤的主題, 尤其是致力於外交作為解決朝鮮問題的唯一途徑。 與此同時,官員們稱美韓兩國都認識到朝鮮的行為和言論一直在破壞、 半島穩定。此外,美韓領導人還將討論朝鮮的人權問題。 美國科學家聯合會表示,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 搭載核彈導彈的美國潛艇經常訪問韓國港口, 訪問率達到每個月兩至三次。 當時美國曾經在韓國部署蘇白煤的核彈頭。 但在1991年,美國從朝鮮半島撤回所有核武器。 次年首爾和平央簽署了《韓聯合聲明》, 承諾任何一方都不會試驗、製造、生產、接受、擁有、 儲存、部署或使用核武器。 但由於多年來朝鮮一再違反該聯合聲明, 韓國國內支持美國重新向該地區部署核武器的聲音越來越多。 日明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強調, 非常清楚的是,拜登政府沒有將戰術核武器 和其他任何類型的核武器重返朝鮮半島計劃。 他們預計在搭載彈導彈的潛艇訪問美國後, 美軍將會更頻繁地向韓國部署轟炸機或航母等軍事資源。 當被問及美韓領導人即將發布的宣言 是否有激怒中國的風險的時候, 拜登政府高級官員稱, 很遺憾中方沒有採取行動揭制朝鮮, 而該宣言是朝鮮持續挑撥的一種謹慎的戰略性回應。 令人感到最高的一種謹慎的戰略性回應。 在此,我相信在海中的精神的違反, 在海中的一種謹慎中的行動揭制無法反, 而且,現在在海中的記憶體重述也有成功維持起復合理。